narzi호 总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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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辛苦了 你们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云南 许晋,山清水秀,而且你们这里多民族在一块,和谐相处, 这里面让我们感觉到,不仅有美,还有生气。 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总理,总理! 刚才在里面做谈会的时候,也听到了你们讲的困难,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你们这些人都感受到了, 一个是种粮的话,现在农资涨价值。 他们希望我们应当给你们农资补贴,是不是这样? 再一个就是,你们这些乡村的,有一些人开旅游院, 由于疫情游客不来了,来不了了,原来贷的款复习有困难, 我们要给他停息,让他把这一段撑过去, 相信将来四面八方的人会到你们的地方,享受你们这个美好的风日。 大家好,今天是5月18号,最近几天,李克强在党内的地位突然得到了飙升。 李克强在中国国家媒体也是频频的报道,他的尸头完全压过了习近平。 有人猜测,二十大的时候是李克强要做总书记,习脖子会落空。 李克强最近确实出现很多奇怪的现象,非正常的现象。 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李克强要高升,把习近平已经给政变掉了。 是不是这样呢? 实际上在我看来呢,这是中共的一个统治术。 就像当年毛泽东利用刘少奇,毛泽东利用周恩来一样, 也就像江泽民利用周恩基,胡锦涛利用温家宝一样。 这是中共一个上红脸一个上黑脸, 经常做的一种统治老百姓的统治方法而已。 实际上里面呢,有更深的中共的权术。 中共呢,这个体制不倒的话, 那么换任何一个人呢,都是同一个本质。 那我们看到呢,最近李克强呢,确实有些很大的变化。 5月14号的时候,人民日报, 新华社突然罕见的把李克强有关廉政建设的一个讲话, 全文给发表了出来。 这呢,完全就是习近平的待遇啊。 5月16号,那李克强给巴基斯坦总统呢, 通话,还有一个国家总统呢, 他进行通话祝贺, 说是从中南海紫光阁发出这个祝贺的贺电。 这完全也是国家元首的待遇, 出现在人民日报。 同时呢,最近几天的人民日报,新华社, 尤其是人民日报的头版呢, 只出现李克强、汪洋、李战书。 这些人呢,在标题上出现。 那习近平呢,就根本呢,在这个, 这些文章的标题上没有出现。 习近平呢,只是在这个文章的内容里面出现。 还人民日报头版的标题里面没有出现。 所以很多人呢,就认为习近平已经比政变掉了。 现在呢,李克强要上位了。 尤其是前天呢,人们突然发现, 在中义市的市政府的大厅里面呢, 突然李克强所说的话,写成了标语贴在墙上。 他写的话呢,是把民众所望做改革所向。 那这个待遇呢,也是国家领袖的待遇, 从来没有过。 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 都是习近平一个人,没有李克强的份。 那这次突然呢,把李克强的自然也刻在墙上。 那确实是少见。 那最近一两天呢,李克强又到了云南视察。 所导致出的人民欢呼雷顿呢, 像人见了一个大揪心一样。 让人特别惊讶的是, 他到哪个地方呢,都不戴口罩。 他不戴口罩呢,显然呢, 跟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相对抗。 那所以说, 他代表了一个反对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的一种形象。 那另外呢,李克强也是特别的强调经济, 要稳经济,要抓经济。 这大会小会, 这段时间他特别强调的就是经济建设。 跟习近平呢, 要抓这个政治斗争, 抓阶级斗争, 抓这个疫情清零啊, 完全是不同的调词。 所以说很多人呢, 通过这些现象总结到, 那习近平呢, 有可能比政变掉了。 实际上是不可能。 我们知道习近平这个人呢, 他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 他是刚毙自救, 野心非常大的一个人。 所以他不会主动的下台。 有人说呢, 政治局开会议, 常委开会议, 最后呢, 局数比较决, 把这个习近平给搞下来了。 那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政治局啊, 政治局常委里面, 大部分都是习近平的人, 习近平提拔上来的人。 这些人呢, 会忠心的拥护习近平, 哪有在开会的时候, 把习近平搞下来。 习近平也不会自己主动的下台。 唯一能把习近平搞下来呢, 就是通过政变的方式, 军事政变。 但是李克强他们没有军权, 而且中南海特勤局啊, 还有这个中国的公安政法, 全都在习家军的手里。 习近平呢, 早就做好精明的部署啊, 尤其是他是军委主席啊, 中央军委主席, 国家军委主席, 军权在他手里。 所以通过政变, 把习近平搞下来, 那是不可能的。 那现在呢, 发生的李克强的这些遗幕啊, 这些种种的情形呢, 只能说明, 这是习近平容许的, 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那为什么, 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呢, 又发生李克强, 他地位飙升, 他不断的露面, 不断的频频的出现。 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看, 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在1960年代, 大饥荒之后, 那个时候呢, 毛泽东的卫星突然的下降。 因为他搞了个大药禁, 饿死了三四千万人呢。 他的这个, 所谓的三棉红器啊, 证明是失败的, 叫人民吃食堂, 把自留地啊, 那些单干户啊, 全都没收啊, 全都摧残了。 那国民经济, 完全处在听洞, 整个农村啊, 就可以崩溃, 饿死了三四千万人呢。 那个时候呢, 那刘少奇, 他的一些政策呢, 慢慢的, 得到整个人民, 整个党的认可啊, 保留自留地啊, 反对这个食堂啊。 那毛泽东呢, 看到他自己, 确实是犯了错。 所以在1962年, 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 大会上, 毛泽东呢, 也做了检讨, 而且呢, 叫刘少奇出来主持工作。 那刘少奇, 出来主持工作呢, 第一件事, 就把刘少奇的一个, 有名的著作叫, 弄共产党员的修养。 就开始全面的发行啊, 也是发行了, 将近上一册吧。 到时候都是这个, 刘少奇的照片呢, 刘少奇啊, 这个国家主席, 那个时候已经是, 啊, 也是, 整个势头呢, 当时就压过了毛泽东, 压过了毛主席。 但毛泽东呢, 呃, 看到刘少奇啊, 不断地在搞经济啊, 因为刘少奇呢, 这个人呢, 呃, 在嘴上, 也是对毛泽东非常服, 啊, 你搞阶级斗争呢, 我也配合。 但是他一直呢, 就是抓经济工作, 知道中国人呢, 吃不饱, 啊, 把经济搞上去, 人们的生活搞上去, 是第一位的, 所以他背着毛泽东呢, 经常搞一些经济的工作啊, 啊, 所以毛泽东呢, 就感觉到, 啊, 你, 刘少奇啊, 就是走资派, 走资本主义路线, 啊, 然后你搞这些经济啊, 就违背阶级斗争, 为刚的这个, 啊, 呢, 准的路线了, 啊, 所以说, 啊, 仅仅过了三四年, 他就发动, 文化大革命, 通过文化大革命呢, 把刘少奇给整倒, 整死了, 那他, 用刘少奇呢, 只是为了渡过难关, 渡过, 啊, 他搞三面魂旗, 在一九六零年, 左右呢, 饿死三四千五万人, 犯下沉重的政治错误之后, 为了渡过这个难关呢, 让刘少奇出来顶一顶, 啊, 给刘少奇露面的机会, 给你做一个国家主席, 啊, 让你的书啊, 出版一下, 啊, 让你到处, 啊, 去参加会议啊, 啊, 所以说, 他给你一定的机会, 但是, 把你利用完了之后, 啊, 再把你给收拾了, 那现在, 习近平也是这样, 他知道他的质疑政策, 清零政策呢, 天怒人怨, 大家都不喜欢, 那他现在呢, 啊, 需要一个人过渡, 啊, 这个人呢, 就是李克强,啊, 李克强不戴口罩,啊, 然后, 啊, 抓经济,啊, 然后慢慢的来赢得民心,啊, 让大家有盼望啊, 觉得共产党里面还是有好人, 共产党还是不错, 这个政权, 还是能知错能改的, 我们还是要相信共产党,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方法, 对整个政权来说, 还是有好处, 政权集体能够获得一种稳定,啊, 那习近平现在同样也是这样, 他知道他自己啊, 天天搞了个政治斗争啊, 清零政策啊, 照了太多人的怨气,啊, 所以大家呢, 通过怨恨习近平也怨恨共产党本身, 那现在呢, 叫李克强出来的话, 还给大家挽回一下对共产党政权的信心, 那其实中国呢, 在高层当中呢, 经常有唱红脸, 还有唱黑脸的, 那毛泽东时代呢, 有毛泽东, 刘少奇, 还有毛泽东, 周恩来, 毛泽东呢, 是个非常残暴的一个人, 但周恩来呢, 他经常表现得这个贫义近人, 那经常表现得好像很这个认真, 很简朴啊, 所以他把周恩来呢, 也不断的给他露面, 讲话机会, 这样的话, 来修补一下党的整体的形象, 那我们看到在江泽民时代, 那时候江泽民呢, 实际上是鼓励各级官员搞腐败, 梦生发大财, 但是出了一个朱仁基, 朱仁基就说给我准备100颗棺材, 我把这些贪官全都要给他们枪毙了, 那给我也准备一颗棺材, 我要趟那个地理阵怎么怎么了, 当时感动了一大批人, 觉得朱仁基啊不错, 敢于反腐败, 敢于改革等等, 实际上他只是跟江泽民一块配合, 他们完全是为了中共集体的利益, 那在胡锦涛时代呢, 温家宝, 尤其他快下台的那一两年呢, 他说了很多感动的话, 什么民主啊, 人权啊, 信仰啊, 他说公平公义比阳光还要光辉啊, 他说我这个信仰怎么怎么了, 很多人还误以为他是基督徒呢, 胡锦涛那提倡和谐社会那需要高层的有人来配合啊, 这就是影帝温家宝他出来配合啊, 所以他们两个人实际是一体的啊, 一个是黑脸, 一个是红脸, 最终的目的是这个政权呢能够获得稳固的一个存在啊, 啊, 就像有一个美国的电影呢, 叫Hunk Game, 就只有游戏啊, 里面有一个独裁者就说, 我搞统治用两个方法啊, 一个是恐怖啊, 就是各种的暴力恐怖, 让老百姓呢不敢起义, 不敢反抗, 但除了恐怖之外呢,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希望, 给他们一个希望, 所以那个独裁者搞一个游戏每年举办一次游戏啊, 就是获胜的人呢可以成为自由人, 可以跟统治阶级一样, 所以那个游戏啊, 非常血腥自向残杀, 但是最后获胜那个人可以成为自由公民啊, 所以说啊, 这就是一个希望盼望啊, 让他们不至于进行绝死的反抗, 那现在中共呢抛出李克强呢, 也是麻痹中国人民, 让人们呢觉得共产党还有希望, 继续跟着他走, 当然呢李克强总体也呢比性贫抖了, 李克强这个人比较务实, 就是比较抓经济啊, 不会空谈阶级斗争那些口号了, 但是呢, 他同样也是中共的官僚啊, 他在河南省任职的时候, 还发生这个艾滋病的血浆经济啊, 对艾滋病这个维权斗争也进行打压, 那跟共产党里面那些贪官呢, 贪官呢都是一丘之鹤, 啊, 当然在这次疫情啊, 搞这个经济方面, 他表现是不错的, 啊, 实际上我们呢, 听信中共的这个统治术, 啊, 那最终呢, 还是比共产党所迷惑, 啊, 实际上, 现在叫习近平呢, 继续搞下去很大好一点, 因为他叫总加速师嘛, 他继续这样, 胡作非为, 最后就会加速中共整体的一个灭亡, 那现在就李克强出来了, 啊, 那就延缓了中共的灭亡, 啊, 就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样, 邓小平改革开放呢, 好处是让中共呢延续了, 国民经济强大了, 他自己变得强壮, 而且可以欺负其他国家, 在世界上称霸了, 所以说改革开放呢, 实际上延续了中共的通知, 当时呢, 如果毛泽东那套东西继续延续呢, 哎, 那中共呢, 又穷又弱, 啊, 那那个时候呢, 人民起来把它给推翻是有可能, 那现在呢, 实际上, 中共的每一次的修正, 啊, 每一次的开放, 每一次稍微变好一点呢, 反而有利于它延续说命呢, 所以李克强上台呢, 他唯一的好处就是中共继续延续他的生命, 他给人民, 那他上台也不会给你言诺自由, 更不会给你政治自由, 就像邓耀平, 那邓耀平上台啊, 给人们经济的自由啊, 改革开放, 人们吃饱饭了, 可以做生意了, 可以去国外了, 但给你言诺自由了吗, 给你政治自由了吗, 都没给, 那邓耀平更是一个独裁者, 八九六四学生上街, 那在民主国家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用坦克车来镇压, 暴露出独裁者的本质啊, 所以就是李克强上台啊, 人们进行非暴力的游行抗议, 他同样也会用坦克来镇压, 所以对他呢, 不要抱什么希望, 目前的这些呢, 都是浮庸啊, 都是习近平玩的一些花招, 大家绝不要, 一下就轻信, 习近平呢, 就是在仿照毛泽东, 在怎么利用刘少奇, 怎么样啊, 避免他的错误, 怎么样, 欺骗人民, 他完全在模仿毛泽东, 他这个人一辈子啊, 最崇拜的就是毛泽东, 他就是要做毛二,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评论就到此结束, 根据形式的变化, 还会做出相关的评论, 再见!